与个那个1819赛季的无差别担导 哈登还能回来吗 今天哈登状态主要是因为腿筋上尺 还是自身状态下滑 我感觉精气神都要没了 看起来挺可怜 现在哈登啊 面对皮特塔克咄咄相比 老队友相接很急 这种哈登呢 场上你所的面部表情要 怎么讲呢 说实话有点要苦了都 当时哈登啊 面对这皮特塔克上去防他就断 而且有时候皮特塔克还怎么打呢 折磨哈登 哈登对于皮特塔克很罕见 一般来讲哈登皮特塔克 底脚东坑的货嘛 结果他呢 面对哈登搂不住火了 单打还打进过 就之前记忆啊 当时哈登傻了 停留在原地说上 那一幕上感觉 怎么讲呢 确假这个 你感觉挺心酸 但与此同时呢 确假的打 他俩以往是队友 现在这个皮特塔克 当面敢单挑哈登了 你确假的 这咋他呀 哈登有时候 他那个面部形态体型啊 还挺可爱 有时候你一看呢 忍君不紧 就好像一个不倒翁一样 哈登 就跟厂商来个晃来晃去 怎么讲哈登就是 这风格 就怎么讲 让人感觉不忍下手 他属于啥呢 就是哈登确实挺可爱 要不然之前那会有个女主播呀 他说哈登是挺可爱 现在仔细一照嘛 他整个职业商来讲 比库里看起来更可爱 库里好像说 有时候没有那么可爱 尤其你要是对手的话 干起来更不可爱 哈登真是比较可爱 现在呀 越看越可爱 现在哈登 但是要讲 他被人欺负的 这皮特塔克 都能在哈登面前 单打方式完成终结了 你说这太惨了 哈登当时这个 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有点这种感觉 以往哈登 可不是叫这性格 以往啊 以往什么叫叫天天不应呢 这我就能够人定生天 以往 现在这个气势也没了 这两种比赛看下来 哈登就是已经不再像当年 那么凶散大了 没有办法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